先講以律師的專業 跟律師該有的表現來說 一定要講有信心 對 不然說請問有信心嗎 我覺得還好 那這樣子 人家付給你的委任費用 是白付 尤其是審慶金委託這個 非常厲害的岳芳如 以前是檢察官 現在是大律師 那個委任費用 肯定是除了委任他的專業 委任他的氣勢 委任他的架勢 所以他講有信心 那應該這樣子 這個是一定是這樣的 一定得這樣子 所以沒有什麼好特別要去解讀的 但審慶金我覺得 當然他是一號人物 說在國民黨裡面 混到當中常委 然後把國民黨的這個黨產的事業 變成自己的事業 這些種種 搞不好他的醫生 拍電視劇都可以 好看 所以以這樣子的人物來講 一抹微笑揮揮手 大家你也不要把他去想成說 好像是因為他覺得他會放出來 因為他心裡面想的 除了他是不是放出來之外 他也可能在想他精華阿成 對不對 他也可能在想說 我現在就是跟你拼了 我就是不講 我看看你能把我怎樣 對不對 他也也許是這個人 他一生的氣魄 他一生的這個刑事作風 也是有可能是我們你我 像比如說我好了 因為我這個有錢人想的 都跟我不一樣 平球線是我們想像的 所以這個很難完全揣摩 但是確實昨天對他來講 有一個好事發生 就是這個法院 本來台北地院裁定 准許檢方申請扣押 金華城的土地 竟然在高院的時候 被發回耕財 這你要先跟大家強調 高院是發回耕財 高院不是自己裁定說 撤銷扣押 他是說北院你要再講清楚一點 為什麼北院要講清楚一點 藉口書 這故事要從2020年開始講起 稍微用一點點時間 讓大家聽清楚怎麼回事 2020年的時候 當時金華城來跟柯文哲澄清說 我要容積獎勵 那個時候柯文哲 就把這案子說 好 送都委會研議 然後都委會研議完之後 求援兼裁判 再自己審 審完之後 游柯文哲指定的金華城 PM彭震生拍板 來通過金華城的龍獎 這個一條龍的服務 一條龍的過程當中 現在發現一個問題 現在發現一個問題 原來早在2020年金華城 來台北市申請龍獎的時候 其實當時他已經跟鼎月公司簽訂協議 把金華城土地賣給鼎月公司 賣給鼎月公司 好 這個一賣之下 金華城申請到了這所有的龍獎 最後是直到了2022年的時候 鼎月公司另外還編了一筆4.7億的分紅 說金華城你很棒 你申請到龍獎 所以我鼎月公司要給你4.7億 謝謝你申請到龍獎 可是問題是奇怪 鼎月公司你是誰 你是地主嗎 那時候我們大家知道你是地主嗎 結果一看原來2020年的時候 你就是地主了 原來你們早就在金華城 來申請的時候 你就已經把土地賣給鼎月了 這時候觀眾朋友有個問題 那奇怪了 為什麼2020年不是地主鼎月來申請龍獎 啊看金華城什麼事 那又不是你的土地 現在我們看到了 把故事翻到下一張才發現 原來這都是沈慶晶 非常聰明有創意的安排 柯文哲說 沈慶晶是一個很認真有創意的人 果然是真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鼎月 他跟高院抗告的主張 就是主張什麼呢 講白話文 鼎月說這個案子是金華城涉及行賄 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是第三個 那個融積率是金華城去弄的啊 搞什麼東西 這是金華城去跟這個北市府申請 如果有行匯類是金華城的事情啊 那我是第三人耶 我好無辜喔 我是三一的第三人 你憑什麼扣押我的土地 我清清白白一張白紙 這個是我的 這不是金華城的 我跟金華城不一樣 鼎月跟金華城不一樣 你憑什麼扣押鼎月的土地 可是阿苗 我們狠狠董令目的觀眾都知道鼎月金華城省慶金 他們都是一夥的啊 沒錯 所以高院的財定是講什麼 高院的新聞稿顯示說 高院說台北地院啊 你有幾件事沒有講清楚啦 首先第一個扣押的必要性 你要講清楚啦 第二個喔 鼎月喔 他為什麼這是第三人的財產 為什麼可以扣押啦 地院你要講清楚啦 這是高院的意思 所以他把他發回耕財嘛 那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最大的問題點 就在於說 二零二零年金華城已經把土地賣給頂月 但是他們私下偷偷安排什麼 不過戶 故意不過戶 讓金華城繼續是檯面上 土地的藤本上面的所有權人 然後來跟台北市申請榮獎 但事實上 那個時候金華城二零二零年土地的實質的所有權人 已經賣給頂月了啊 所以頂月後來才要再給金華城四點七億 謝謝他爭取榮獎啊 那金華城當時走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四條 都市計畫變更的時候 要榮獎 那個前提條件是必須是土地權利關係人才能來申請 那金華城那時候已經把土地賣掉了 你還是土地權利關係人嗎 你們是不是聯手有詐騙是否的嫌疑啊 柯文哲至上一五七被你們騙嗎 台市說其實柯文哲也知道 金華城已經賣給頂月了 這件事情檢調必須要去查清楚 當時你來申請榮獎的時候 你根本不是土地所有權 所有權人 你不是權利關係人 你已經賣了 只是故意故意的兩個人演戲 兩間公司演戲說 我不過戶給你由我去申請 最後什麼 為什麼沈慶晶要做這個安排 最後萬一東窗事發 被他扛之後 頂月說我沒關係 我是第三人 這些都不是我幹的 金華城的行賄是不是 不然沈慶晶抓去關好了 但是土地不好意思 你沒辦法動 所以整個裡面 看到了沈慶晶的創意 他昨晚看到他的創意 設下這個防火牆 還真的高怨把他發回跟財的時候 露出一抹微笑 覺得也是人之常情 上公 上一波 大家好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櫻桃給午七點半 給你清水嗎 感謝支持 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 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